您正在收看公共電視 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 我是主持人丹信聰 如果說我們住在比較老舊的房子 其實大家住起來心裡都會毛毛的 因為這所謂的電線 經常傳出來電線短路 然後失火 甚至釀成很大的災害 以及人命的這樣喪失 可是呢 這樣子的情形 竟然是發生在核四場裡面 昨天廉政署非常大動作的 全面搜索臺電的相關的官員 其中包括臺電的經理 臺電核能技術處的副處長 以及臺電榮門施工處的電器客客長 這三個人都是二十萬交保候船 為什麼呢 因為在核四場裡面 其實相關的管線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核四場裡面有很多很多輻射的問題 所以你就要用很高安全標準的這些材質 然後這些電線呢 外面要包一個導管 這個導管是有一定的安全標準 可是呢 當這些廠商用劣質品 刺激品交給臺電 交給核四的時候呢 核四的這些相關的官員 竟然說沒關係 我照常驗收 第一個是可能會涉及到幾千萬的 這個圖利的這個刑法的問題 第二個更更危險的是說 萬一這些刺激品 這些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導管 發生事情了 因為長期輻射的這個造舍下呢 導致他的材質耗損 而導致電線的短路 再導致整個反應爐 一連串的這些問題的時候 臺灣的核能安全 真的會造臨到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而且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為什麼臺電的弊案一直傳出來 到現在所有八大弊案 包括連政署 包括檢調 現在都積極的在調查當中 一連串的弊案 臺電真的好意思說 你要來漲電價嗎 另外一點就是一連串的弊案 我們真的能夠保障未來 包括核四在內的核電廠安全嗎 今天好好來討論這些議題 來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臺大大棲系的教授 徐光榮 徐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 同時他也是現在核四場安全監督委員 崔淑欣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的董事長 方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看看 昨天連政署大動作 全面搜查臺電的相關官員 理由是什麼 而這樣子一個問題 除了說可能涉嫌到 所以非常巨額的 這個圖利的問題之外 是不是可能會危害到 未來整個核四運轉的安全問題 臺電營運弊端頻傳 連政署十五號 繽紛五路展開偵辦 第一波鎖定臺電核四工程採購 疑似有關商勾結 搜索了臺電總公司 龍門施工處以及涉案廠商 楊和實業 還約談了龍門施工處 電器課長顏慶廷 臺電經理顏政國 臺電核能技術處副處長 林俊龍等人 查出涉嫌重大 今天凌晨這三名公務員 依徒立罪以二十萬元交保後傳 對於臺電遭到搜索 新任臺電董事長 黃崇求只表示交給司法釐清 但他首次以董事長身份到立法院 備詢 就被立委關切 並諷刺說這是他的上任大禮 廉政署是接獲檢舉 民國九十六年間臺電龍門施工處 高達四點五億的配件採購案中 疑似標金訂定過高 負責審核和督導的人 還涉嫌善用職權 讓沒有防輻射的配件過關 因此要調查當中 是否有不當利益往來 而特徵主也接獲其他臺電 與中游的檢舉案件 也已經分案徹查 不過民進黨立委林佳龍 指出還有個未爆彈 就是臺電轉投資的臺氣電公司 到菲律賓投資案 也出現大逼案 台電接連傳出弊端 有南部民眾不滿 因而北上抗議 要求司法積極偵辦 目前除了核四案外 廉政署還鎖定台電七大逼案 而這也是繼先前輿論 批評台電人士與經營虧損後 有一個重大的司法事件 台電的經營改革之路 備受考驗 我們現在看看 昨天連政署追的這個案件 到底是什麼 而跟整個核案 有什麼關聯性 我們來看看臺電公司 榮門施工處 也就是核四這個地方 九十六年辦理四點五億 核四電器導線的管路配件採購案 有時候核四裡面 不管是反應爐也好 反應爐周邊也好 或是其他廠房的部分 管線都非常重要 你如果沒顧好會燒拌 燒拌就燒到 燒到會產生很大的悲劇 所以你外面這個導管 要很重要很好的材質 然後可是辦理這些監督的 這些採購人員 沒有依照法令 沒有依照規定來去辦理 涉嫌貪毒不法 結果是什麼廠商提供條件 根本不符合所謂的防輻射功能的 這些標準 安全標準 根本沒有達到 理論上你就是退貨 你甚至可以求償的 可是呢 臺電的副處長說沒關係 照相給過 很多人說你是故意放水 然後讓他驗收通過 涉嫌利用驗收職權 讓廠商有違法通過之嫌 因此就涉及到可能圖利的 這個問題 廉政署昨天指揮四十多個 廉政官兵分五路 搜索 林鄭榮等三個臺電人員 涉嫌圖利二十萬元 交保後傳 林俊榮 最輕的本刑是五年以上的貪污圖利罪 不過我們先來理解一下 相關人員當然覺得自己很無辜 自己沒有圖利 不過這可能就是檢調 要再去查清楚 可是我想先問素心一點說 什麼叫做所謂的那個管線的 這個導線管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又有多重要 好 那我這邊有圖 可以讓各位觀眾朋友 稍微看一下 這就是這個 我們這次這個B案裡面 所爭議的就會 就是所謂的電器的導線管 那他是一個中空的 中空的管線 他是讓很多一些電纜 電線放在裡面 然後讓絕緣 然後也抗輻射 甚至也要防水的功能 這是在廠區裡面的 所謂的裝電器導線的導線管 是 好 那這次B案最大的問題 是他們這次招標 採購這個導線管 沒有符合這個輻射的標準 沒有符合標準 那這個導線管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會放在很多地方 也放在不只是反應爐的廠房旁邊 或是契機廠房旁邊 都有這樣的管線存在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在廠房旁邊的裝管線的 這一個個管子 其實他用量非常的大 這樣子 是 那這些這次採購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採購這個比較標準 比較低的這些導線管 他其實管幣比較薄 而且他這次採購這個品 是沒有防輻射功能 這才是這次最大的爭議所在 那當初他在採購的時候 他們推的標準 就是要有防輻射功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他們這個合格廠商送進來的 是沒有證明文件的 那今天我們正好在開這個核實安全捐渡委員會 我們就問了臺電說 你為什麼會讓這個沒有符合這個規格的 沒有證明文件的廠商進來 然後他就說進來的時候 他們才發現他沒有證明文件 所以他們就建議廠商去走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就是送到我們臺灣的核能研究所 測試一下 拿了一個國內的證明文件給他們 然後就認為這樣可以了 就使用了 這才是這次最大的問題 是為什麼你會讓一個不合格廠商進來提供這個產品 然後你還幫他想第三條路 是 那我們今天問臺電說 臺電就是說這個可能是裡面 他們自己這個人為的操守有問題 但他們認為這對核四的安全沒有影響 是 我們非常嚴重 不過臺電到現在是講說 儘管是用了不符合規定的這些導線管 但是還是不會危害到核四以後運轉的安全 可是許老師我要請教你 我們再來看看這些導線管 其實他就是一個 你的線路 外面那條鋼 就是要保護裡面的線路 我想先問一點 為什麼在核電廠裡面 這個導線管 黑黑粗粗 這支鋼這麼重要 為什麼 其實原子能委員會在某個場合 其實有提過 就是日本福島事件出來之後 那日本人很會做機器人 可是他送進福島電廠的機器人 一下就壞掉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防輻射功能 所以他的功能完全喪失 所以最後只好從美國進 美國有防輻射的機器人 才能夠進去看廠區的東西 所以今天這個電線 假如這個防輻射的功能 不夠的話 這個電線就很容易被打壞 老化 脆化 所以在什麼時候出現問題 不知道 那是不是像他們講的 不是在這個 這個河安 河島這個區裡面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可是其實這件問 這件事情呢 我認為是冰山的一角 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就有人有爆料了 那個時候的核四的管線 譬如說照規定 應該用熱淨鍍芯的管線 這個要耐四十到五十年的 那個就是你手上那個東西 對 要用這種材質 結果也是同樣這一批人 就接受是電鍍芯 像我們家裡的水龍頭那種 大概兩三年就鏽死了 是 那這些管線放進去 你不知道他放到哪裡去了 那萬一我們假設這個電廠 應該用四十年的 結果到了第二年 第三年 就開始鏽了一個洞 那在什麼地方 鏽了個洞 我們不知道啊 那你根本不知道去哪裡換啊 而且其實還不只 還有這個電片 在很多街頭的電片 照他的這個規格 說要耐一千度高溫的碳纖維 結果他用這種 在他的標裡面特別強調 不可以用這種叫neoprene的材質 一燒打火機就燒起來 那他放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整個核四在新建的 很粗糟的過程裡面的一個角而已 是 那廉政署 其實這個這些爆料的人 其實在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底 就已經去跟調查局去檢舉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動作 所以其實大家不知道 這個動作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要轉移大家的焦點 是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很多的弊案 陸陸續續大家都提到過 不過方警方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現在一個情形是說 如果我們拿那個日本福島核災的 這個經驗來看 以前我們都說日本的安全是做得最好的 日本的觀念是最嚴格的 可是他還是出事 那臺灣其實都是很鬆散的 這一次其實最典型的就是說 我們核四是跟企業訂購的 相關的標準 全部都是按照企業的標準 那企業訂了一個標準 臺電說沒辦法太高 所以我們自己就把他標準降低了 所以也許電片也是這樣 導管也是這樣 在很多地方 就通通把他安全的標準降低了 我想問的是說從這一個 不管是弊案也好 不管是自己降低標準的 這一個政策 或者是心態也好 看得出來現在核四 或者其他核電廠的安全的問題嗎 我想如果從今天新聞上面 有一個承辦人員 連政署承辦人員說 看樣子核四 還是不要運轉的比較好 連核四承辦人員 對 連不是 就是連政署的承辦人員 那幾百項的這種變更 對 都其實跟安全 其實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但是這整個共犯結構呢 包括圓能會 今天也跑去 圓能會核管處副處長說 這個導管事情跟核安無關 馬上就出來澄清 你都還沒有查清楚 你就說沒問題 你就說沒有問題 所以之前我們在談 這個為什麼會漲價 我們就說這是貪污 這是弊案所造成的 剛剛就是說現在我們原來 他這個標是四億五千多萬 就用兩億六千萬就就得標了 那臺電說 那還可以幫公司省錢 問題是如果是要核能級的話 就是這麼多錢 那你為什麼你用非核能級的就可以來滿足了 那顯然這裡面有勾竄的嫌疑 就招標上面 我現在有一點很confuse 就是上次我們有談到說 那個核二廠 六支螺酸 對 要花一億去買 但是說你外面那個兩千多塊就可以買到一支 不過那個真的是不是核能級的 可是你就算核能級的也不過是幾十萬 那這個 你有四點多億 你為什麼要去買那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東西呢 問題是前天 禮拜一的時候 原能會又開核二螺酸的這個專家小組會議 他們證明當初買的螺酸雖然有認證的報告 但是不合格 也不合格 也不合格 你就知道這個是他說 他當初這個螺酸就是不合格 然後安裝也有問題 然後後來的環境呢 又有這個腐蝕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蓋罩子 那所以造成了核二的螺酸斷裂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查不到核二當初的記錄 可以看一下核四 現在核四 核四他當初在裝毛定螺酸的時候 你看 就拿這個卷尺 就在量 要做定中心位置 然後那整個的中心定位 還用這種我們做美工用的這種 這種鋼尺就可以了 這小學生 這一支好像三四十塊塊 對 所以像這個的話 等於幾百塊錢的一個 一個尺 這個精度都不對 他精度是零 零點五個millimeter 結果他的要求呢 是零點六個millimeter 就是只比他小一點點而已 這根本是有問題的 然後你再看 他們在定中心孔的時候 在沖定位的時候 就工人就徒手 你可以看到這整個工地管理一塌糊塗 這個東西其實這個是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的施工的狀況 其實這個絕對是要用雷射去定位 這光學儀器去定位 而且這些技術都有 但是呢 這個施工單位 剛剛在講說很多的東西 你材料有問題 施工又有問題 後面的結果做出 做成什麼樣子 這就是核四的毛定螺栓 裝上去的時候 他因為間隙塞不進去 因為太小了 沒有對準 所以乾脆把它就擴大 然後就把這個做擴大以後 這個又鬆動了 所以再用鋼片再把它擋上去 然後他們還說 問了奇異公司說 這個ok 奇異公司用email告訴他ok 拜託 這個東西就是毛定螺栓 這個整個核電廠的基礎的良柱 結果你就應該是要非常精密的 結果呢 你把它那麼粗糙的 就這樣定位上去 你的公差是 誤差是零點五個毫米 零點六個毫米 你像這樣子的話 這早就超過公差 不知道多少 這個恐怕都有 每一片都有半公分 不過蘇星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有圖利貪污 這個當然要延辦 而且真的要重成 可是我們談的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不管是你為了錢 為了貪污也好 或者是你初心大意也好 或者是說你根本不在意 整個核能安全也好 在種種的問題情形下 我們現在有三座核電廠是在運轉的 馬上核四廠又要開始正式運轉 我們的安全真的有受到保障 我們來看看從兩千一一年以來 整個核電廠的一些問題事故 兩千一一年一月的時候 核二廠二號機組呢 這個所謂的這個 為主體的隔離罰動作異常 然後呢 再加更荒謬 這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說到那個電廠叫尿漆 加加破 這個是很荒謬的事情 那難道你沒有用一個比較好的材質嗎 再來是一一年二月的時候 核一廠用過的這個燃料池滲漏出來了 而且滲漏出來呢 檢驗出放射性的物質 一一年三月核四廠一號機海水的 這個穿越管閥呢 開封 這個封 開封不時 再來是一一年八月的時候 核四廠一號機反應器廠方 激水 積水三十公分 然後核三廠二號機 主變壓器過熱 然後基礎停機 一二年三月的時候呢 核一 核二廠一號機停機大修 發現這個所謂的卯酸 卯定螺酸 卯定螺酸 超重的 這也是很荒謬的事情 然後再花一億去買了六支 然後呢 核四廠 因為這個防伐胃酸井而漏水 積水 將近兩公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是一二年四月 上個月的時候 核三廠一號機連接反應爐的 這個蒸汽產生器內管塞出現泄漏 看起來臺電一定會講說 這個都是小問題 都可以控制 可是機小的問題那麼多 總有一天會出現大問題 我想問的是說 到底是因為整個管理態度的問題 或者是內部有所謂的勾結貪污 圖利的問題 還是整個政府 包括原能會 包括經濟部等等的 在管理上 我們擺明了 就是有很大的一個漏洞 我想在我自己擔任這個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 這兩年 在裡面我們看到的問題 其實絕對超過今天看到這個標格 其實這裡面的問題 其實每一季 他的違規跟藥教育改善是多不勝數 包含淹水去年就淹了 今年就淹了兩次 去年淹了一次 然後泡水 然後包含不管電線電纜裝錯 或跟這些分包廠商之間的糾紛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呼應像徐老師講 這真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之前有發生的 不管是像墊片 或是這些渡星 像這次發生的導線管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可以講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幾乎所有的這個監督委員都認為說臺電這個現在是評管失控的一個狀況 是 他的評管做得非常非常的糟 當他把這個統包變成分包 然後下面的分包廠商 然後由臺電來做這個驗收的時候 問題一堆 像我們今天看到這只是一個 曾經在去年還爆發更嚴重的問題 浪費更多錢的問題 在試運轉的時候 電路走火 那走火發現為什麼呢 他們在檢查發現全區的電纜都鋪設錯誤 那所以後來這個 昨天這個 前兩天 蔡春宏主委也在立法院裡面承認了 他們花了八九個月拆掉 重新鋪電纜 大家可以想 核電廠區這麼重要的電纜都可以全場鋪設錯誤 然後拆掉重做 那意思就是說 那你當初招標你這個廠商他怎麼鋪的 鋪完之後你臺電驗收怎麼讓他過的 然後你要等到電路板燒起來的時候才發現他錯了 然後打掉重做八九個月的時間 延宕的工期還有這預算 又要再追加 臺電這樣的東西 多不勝數 不過我們再透過電話連線到日本東京 其實非常有名的劉日作家 劉麗兒 劉麗兒一直在這幾年來一直呼籲臺灣政府真的要好好趕快走向非核家園 李二姐我要請教你說 臺灣這一連串的包括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廠 不管說那個核四廠的那個電線被老鼠咬斷了 不管說核四廠花了四點多億跟人家買 結果他那個導管是不符合安全跟抗輻射的這些標準的 或者是說核一 核二 核三經常傳出所謂的積水的問題 然後那些管閥關不緊 鎖不住 鎖不住的這些問題 如果說這些問題發生在日本 我們也知道說日本最近才關了最後一座所謂的核電廠 他是停機來去做檢修 如果這些問題 臺灣的問題發生在日本 日本會怎麼看待 當然 其實不管是像最近核二的螺酸斷裂問題 這在日本都不可能再重啟的 而且就是說以臺灣現在核一 核二 核三都是已經使用三十年或三十年以上的 那日本現在零核電矛 他們未來要 如果即使就是說民主黨內閣強硬要重啟的話 也都是要比較安定 然後又是比較安全 各種其他的條件都非常好的才可能重啟 像臺灣核一 核二 核三都不可能重啟 而且像核四事實上在日本也是 就是它的工程的那個出自爛壯 而且發生的各種問題 本身也是使用的是一個缺陷爐 然後它的耐震指數也 係數也非常不夠 這在國際上是一個非常文明 本來就不可能去用的一個爐 然後這次又傳出這種弊案 那我覺得就是全民都應該好好注意 因為普通的弊案是跟道德有關 但是跟核電有關的弊案 它是牽涉到臺灣一千萬人的生命危險問題 那不管是這次核四的弊案 因為也充分凸顯 就是這些核工出生的人 他們對於輻射傷害是毫無概念的 除了他們都一直在否認 輻射傷害不會傷害人體 這種荒謬的認識之外 他們也忘記了 輻射本身也會去它的中止線 是會讓那個管線 或是金屬都會脆化老化的 那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些核工出生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 對那個輻射的秒釋 就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臺灣就是所有國民的生命不能再繼續交在他們的手裡 所以應該要 他們又不懂得就是工程的監工的問題 事實上核色整個工程的那個品質在日本專家 早就是把它打三分 那三分還是因為台電讓它進去 就是參觀 或者就是完全是一個不能使用的一個核電廠 都認為全部應該要重來 因為事實上不只是這樣 他們從外面看到管線也都是生鏽 是不合格 那所以當時這位專家叫局地洋醫 他也是第一的一個專家 現在本身也是一個大學教授 他就指出說你外管都是這樣 隨便敢亂用的東西 內管大家看不見的地方一定是鏽得更嚴重等等 所以這些問題都已經是非常嚴重 我想包括核二的那個羅森專業等等 都是 算是臺灣非常幸運的一件事 因為先已經對我們提出了最直接的警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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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核二廠 現在說樓西部 新年了 我們現在馬上又開始要正式來運轉 我們再好好來省事一下 到底現在核一 核二 核三 乃至於接下來運轉的核四 整個安全性是不是足夠 我們來看看 去年日本福島311核災發生後 各國反核聲浪高漲 國內也因為核四廠問題不斷 加上運轉中的核二核三廠 陸續出現問題 讓民眾質疑核能的安全性 不過有專家出版新書 指出民眾過度恐慌 希望從科學角度告訴社會 核能與輻射一點也不可怕 甚至比騎機車風險還小 畢竟有人車禍死亡 卻沒有人因核電廠的輻射死亡 我們去看看別的人生風險 當然也有 但是你真的把它放在一起比較 就知道實在是不值得那麼樣的恐慌 為什麼民眾這麼害怕 因為媒體經常報導 用超級的顯微鏡在看核能相關的事故 林基辛強調 國內核電廠記錄好 營運績效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不過最近國內核電廠似乎狀況不少 核二廠在碎修時發現固定反應爐基座的羅山出現裂痕與斷裂 調查後歸因於民國六十年代建成時施工不當 以及有兩年時間沒有好好保護反應爐等人為因素造成的 更換問題羅山也找出羅山斷裂原因 圓能會也將要求每十八個月進行碎修時 就必須仔細檢查每一根羅山 週五也會進行聽證會 如果沒有出現新的問題 核二廠最快將在下個禮拜就會重新啟動運轉 記者臺北報導 也許我們換個角度 從核四預算一直增加來去檢驗核四的安全 到底是靠不靠譜 我們來看看一九九一年那時候提出來核四的預算是一千六百九十七點三億 零四年的時候第一次追加了一百九十億 然後就追加成為一千八百八十七點七億 零六年第二次追加四百四十七億 跑到了兩千三百多億 零九年第三次又追加了四百零一億 然後這當然中間會有所謂的說因為核四停建 然後你可能會有利息的問題 賠償的問題 可是現在講說一二年還要再追加五百六十三億 如果真的這樣追加的話 總計核四就是超過三千兩百九十多億 當然會有所謂的你要賠償利息的問題 會有違約的問題 可是這中間也有很多是因為你發現安全不夠 你必須再增加 或者是說你要做安全總體檢強化 因應複合式災害應變能力 如果說你真的是為了加強安全也都還好 可是我們最怕的是說你強化 不但沒有辦法拿到安全 恐怕會讓我們暴露在更大的危險當中 方潛大哥你又怎麼樣看待 一直在追加預算 那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馬總統一直說 那個安全是核電的唯一的要求 那就用這樣的一個理由 就安全的理由 就不斷地去追加預算 而且呢 他的時間沒有完工日期 如果我們在做任何一個事情 任何一個專案來講的話 你一定時間跟經費 還有人力是最好的控管 一定要控管好 你不能夠差別太大 否則的話任何一個公司都沒有辦法營運下去 是 那我們看一下人的問題 其實更嚴重 核四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老鼠也咬了 然後又有弊案 然後那也發生 水運轉全黑 那這些廠長 有沒有一個受到相關的處分 據我們所知 核四的廠長 副廠長各個升官 這個也造成其他的三個運轉 所謂績效良好的核電廠的人員 心裡面非常不平 整個核四已經變成臺電 整個全世界核電的一個醜聞了 結果呢 他的人員繼續升官 這個有沒有弊案在裡面 我可以跟主持人說一下 有臺電的員工就跟我說 這個故事叫做投名狀 投名狀 對 就是大家一起壞 我殺人 你也殺人 大家都一起共犯 這就是一個共犯的結構 包括圓能會也在裡頭 為什麼一出來 一有事 圓能會就跳出來 就還沒搞清楚事情 就是說這個與核安無關 核電廠還是安全 在急什麼 對 剛剛像那個林基辛先生 他就講 他平時拿了多少臺電的研究計畫 包括清大核工系的教授 包括我們現在在圓能會的主委 蔡春宏博士 他在清大當教授 拿了多少的臺電的研究計畫 你能不能交代出來 核研所現在又在審查核爾的毛釘羅酸問題 但是臺電又委託他做檢驗 做這些東西 他根本就是臺電的包商 所以這樣的一個共犯的所謂的原子村的結構 你外面根本就就好像是untouchables 不過講到弊案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現在包括連鎮署跟檢調單位 現在正積極在追查 這叫做八大弊案 第一大弊案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那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導線管 結果你是去跟人家買那種不符合安全標準 你明明知道不符合安全標準 你還驗收 這是第一個弊案 第二個就是涉嫌違標的情形 你限制所謂的只有假專籍的業者才可以去做這些承攬這個配電外線的工程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明明你臺電自己發電一度兩塊多 你就用三塊多跟民營電廠買 第四個你備用容量要到十六趴 再來第五個高層退休 你原本副總經理月薪是十幾萬 結果退休之後你到那個子公司去 一個月月薪到四十萬年薪到六百萬 這個違反所謂的旋轉門的這部分 再來呢第六個呢是上億採購合二廠 用一億買六億路時務 這個當然是很有問題 再來是說提撥運送這個所謂的快裝卸的這個獎金 然後呢你根本沒有參加自己也沒陰沒帶 你這些跟你一點瓜葛都沒有的這些高階主管也可以拿獎金 再來看到這個所謂的高雄新達電廠 這個可能是大家會覺得很扯的 兩根煙囪彩繪 那可能是非常好的藝術品 兩根煙囪彩繪在那邊畫 要一億兩千萬 畫兩根煙囪 不過臺電講說 我除了畫煙囪之外 我還有塗漆 因為防鏽漆 可是我怎麼想說 到底塗什麼漆 兩根煙囪要一億兩千萬 我們來看看到底要塗什麼煙囪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兩隻人人說 要花一億兩千萬來塗 他的名目是說要彩繪 不過臺電後來解釋說 除了彩繪呢 因為有鏽石的問題 所以可能還要解決 鏽石的這些問題 我想問許老師的一點是說 你怎麼樣看臺電 我想還是回到核電的這個部分 核電我覺得 其實全球的核電人員 其實有一個 他一直傳播一個神話 就是核能電廠永遠不會出事 所以大家也不必做疏散演習 輻射出來好像也不會立刻死人 他就一直傳播這種神話 那對於核四這個廠來講 我認為其實是我們臺電的心態的問題 其實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臺電的這個施宏基 就是核四那時候的廠長 是他在這個中文的科學人雜誌講說 其實現在延宕這個施工 其實不是這個停工又在復健 不是主要原因 是因為機衣過度保守的設計 用了比實際需要多了一百倍 十倍 百倍的材料 所以讓他們施工困難 採購困難 所以他們自己就去改了 他們從來沒有蓋過核電廠的人 他們就自己去改了 而且其實大家講 其實大家大部分都沒注意 二零零八年在蘋果爆料說說這個管線跟電片 還有這個緊急的冷卻水疏散的這個焊接不實 那一次他們曾經有問黃仲球先生 那他也同意施宏基的看法 認為說這個修改是因為機衣的設計過度的保守 那我不知道他今天會不會還是有同樣的講法 那既然都改了 可是我們的這個核四的預算幾乎追加了一倍 那既然減少這些東西 為什麼成本預算還要增加這麼多呢 買到又是更爛的東西 對 這個他們都沒有出來解釋 不過長期以來 包括臺電 包括經濟部 包括政府 包括許多學者都跟我們講說 臺灣儘管說很多人希望走向非核家園 可是非核家園怎麼做呢 就是做不到 因為臺灣真的沒有辦法脫離掉核電 可是我們看到一個在五月的時候 就這一個月最新的消息 日本在發生福島核災之後呢 五月 在今年五月 日本已經正式停掉了 全日本五十四座的核電廠 在現在已經正式進入了叫做零核家園 當然他會受到很大很大的衝擊跟考驗 包括說接下來這個夏天要不要吹冷氣 要不要限電 要不要漲電價 會不會對人民對經濟對企業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可是到目前為止 日本的的確確進入了叫做零核家園 我們來看看 好幾千名反核民眾走上東京街頭 慶祝最後一座還在運轉的北海道駁河電廠 五月五號開始停機檢修 五號晚間十點四分完全停止發電 日本正式進入了四十二年來首次完全零核電的狀態 這些人向政府呼籲從此廢核 再也不要讓核電廠重啟運轉 這一天剛好是日本兒童節 有男孩的家庭會高掛鯉魚棋 示威者認為核電廠停止運作是最好的兒童節禮物 從去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廠災變以來 全日本五十座商用核電廠一旦停機進行檢修 就再也沒有重啟運轉過 原本核能佔日本總發電量的三成 如今全面停擺加上活力發電成本高張 今年夏天尖峰期的用電缺口至少在百分之五左右 雖然日本政府表態將來要朝無核的理想發展 但首相也添加燕也坦承全面停止有其困難 反核聲浪主要來自都會區民眾 核電廠周邊居民看法相當兩極 雖然對安全有所疑慮 但考量到工作機會政府補貼 以及核電廠對地方經濟的重要性 還是有人希望恢復運轉 記者是會中報導 我們再透過電話 連線到日本東京留日的知名作家 劉麗兒 黎兒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當然福島的這個核災 是衝擊非常非常大 可是還是有很多日本的民眾說 如果真的沒有核電的話 要限電然後產業經濟民生 都會受到重大的衝擊 為什麼日本在這個月還是關掉了最後一座 而是有八成以上的民意都希望他不要再重啟恢復運轉 才能關掉的 那這個民調的結果是出乎民主黨內閣的那個想像 他不曉得原來民眾的反抗這麼強 那這反抗的意義就是說 這一年來日本民眾已經知道 日本政府說的福島核災沒什麼 輻射不怎麼傷害人 這些都是謊言 因為事實上現在有二十幾萬人就是為了躲輻射 沒辦法重返家園或是妻離子散 然後有一百多萬人在福島縣或是周邊的 他們依然生活在比輻射管理區 就是醫院的F光那種管理區裡面 輻射污染更嚴重地區 現在也還活在那個地裡面生活 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離開 然後所有全日本人現在也是每天 還是為了食品的輻射污染等等 和健康而傷腦筋 雖然就像台灣也有像就是剛才那位林基辛先生 他說輻射不會傷害人 事實上福島核災 即使在福島核一裡面也已經有員工 他是因為急性白血病而死亡 然後福島縣過去這一年來也有七百多人 就是因為核災避難而死亡 雖然日本政府不承認這直接跟那個 輻射核災的輻射污染有關係 但是一般人認為也是有關係 而且輻射污染的那個嚴重性是一個長期的 所以像特諾比核災經過了到現在二十五年了 他結果是像綠色和平 他估計是有九萬人因此死亡 那去年的二國國營通訊社塔斯社 他承認烏克蘭境內有一百五十萬人 是因為輻射污染而死亡的 因為核災而死亡的 這些數字都是告訴我們這些核工 台灣這些核工出生人實在是太藐視 不過李二我要請教你啦 我可能要修正一下 我剛剛的用語 我剛剛是用關掉 不過最精確的應該是說 那個停機減修 總之一點就是說 現在是停止運轉 但是我要請教你說 也很多人在暢衰日本的 這個叫做零核家園 因為其實有地方政府說 我們撐不下去了 還是要恢復核電廠的運轉 我們來看看 最近一連串日本核電的狀況 在五月五號的時候 北海道電力公司所使的 駁核子發電廠三號級 停機減修之後 這個是四十二年來 日本首次沒有核電 那全國五十四座的這個核電廠 十七座因為海嘯或是政府的要求 停機 其他也都是檢修當中 五月九號內閣會議通過 東電收歸國有 可是最重要是五月十四號 福井縣大飯艇議會決定說要同意 關西電力公司 重新啟動大飯核電廠三號機四號機組 然後五月十四號呢 東電公佈兩千一一年的財報 虧損了九十七點九億的美金 所以黎二姐我要請教你 是 所以零核家園恐怕只到兩個禮拜 馬上就幻滅了嗎 不會 今年夏天是不可能讓他重啟的 因為國民反對非常嚴重 尤其是因為他不是只有當地 因為他所在的那個大飯丁或是福井縣 不是只有影響到福井縣的安全 後往就是他只要三十公里圈 就會跟附近的滋賀縣 京都府都發生關係 這些地區的地方知識 他們也都反對恢復運轉 所以就是說一個核災他會影響的範圍 那八十公里圈的話 就整個滋賀縣都在裡面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對於那個輻社 就因為有福島的核災的經驗 大家對於一個核災 他可能影響的範圍 不是只有當地的那個地方政府 他可以來決定的 而是附近的周邊的都會反對 那這次主要是因為關係電力的 那個最大股東大阪市的市長 他就提出八個條件 你才可以恢復運轉 那其中也包括核廢料處理 事實上這次所有日本全民會八成起來反對恢復 就重啟核電廠重啟的原因就是 他們說是要為了孩子 還有為了孩子的孩子 因為事實上 輻射污染最傷害的就是年輕人跟孩子 那其實就是基於這個概念 讓所有的人都全部反對日本政府 而且也看穿了他們所說的謊言 是是所以說那個浮井縣的這個核電廠要恢復啟用 恐怕還是有很高的難度 但是黎二我要請教你的一點 就是說臺灣方面一直在講說 我們真的不能夠馬上去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停止核電廠的話 臺灣的民生 臺灣的用電 臺灣的產業 臺灣的經濟一定會受到非常非常嚴重的挫折 我們來看看日本同樣也是一樣 我們整理了一些資料 日本的電業二零一二年火力發電成本增加了三點一兆 因為這一個無核之下 沒有核電的夏天 九家電力公司虧損了兩兆多 然後經濟方面因為非核 所以電費要大幅調漲 那鋼鐵業的成本要增加兩百億 電力如果不夠的話 持續兩三年 國內的生產會降六成 民間的企業會外移加速日本的產業空洞化 然後大阪附近的製造業集中區 電力少了百分之十八點七 日本的GDP會因為無核的這個政策 降了百分之零點六 大量的核電人員會失業 再來生活的方面 第一個當然企業電費要調漲 再來七月的時候民生電費要大幅的調漲 八月用電高峰的時候呢 關西供電可能會少了百分之十五 然後政府要求中西部減少兩成的用電量 換句話說 不管對人民生活的衝擊 不管對於企業的衝擊 不管對日本整體經濟的衝擊 都是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日本還是決定要走向零和家園 事實上因為就是說這些業者 包括電力公司 關西電力公司 他昨天又承認他說的數字不實 昨天他重新提出說他其實整個夏天 只缺那個5%而已 然後連日本政府在前一陣子 關西電力說他是缺15%的時候 他們也說整個全日本只缺了0.4%而已 所以這些數字他們都一再都是在隱蔽 隱利真是 而且他們都說這些電力公司都藏電 他們有很多的電都不拿出來用 然後一直製造為了要讓那個核電重新重啟 他們就抱著不用白不用的心理 就繼續想要用 也不擔心核災會對大家影響那麼大 而且事實上像所謂那個進口 因為火力化電進口燃料301兆 那也是玩了一個數字遊戲 因為專家許多NGO去估計 他其實根本不到1兆 而且如果不用核電 本來核電就是不可以用的東西 核電本來就是沒有安全 這是日本的電力業者自己在法律上 在法庭上承認說 核電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在北海道的法庭上 他們自己電力公司 自己自己出來承認 所以像那樣子沒有真正安全的一個核電 本來就不能用的 所以多花一兆其實不算什麼 因為像日本現在福島核災 他要除缺污染 他就要八百兆日圓 所以這個數字根本不算是一個很大的 那黎友我請教你一個最實際的 就是說日本的民眾 我們就不談產業了 日本的民眾如果說 因為要走向零核家園 而使得電費要調漲 而使得夏季用電要限電的話 日本民眾還支持非核家園嗎 基本上他們全部都支持 因為像去年去年的夏天 在關東地區 他們就省了十八趴的電 而且今年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 為了就是能夠省電 如果不用核電而省電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快活的節電 不是像以前只是為了要省錢 你才去省電 現在的概念就是你對省電的概念 它的意義是非常廣大的 而且就是說對小孩子是好的 所以他們的概念都跟以前不一樣了 而且他們認為就是說 事實上還有家庭的 尤其是民生用電 家庭用電的部分 他們認為是還有在省的餘地 企業的那個 當然去年企業還比普通的民生更努力 那家庭的用電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每天都在廣告各式各樣的 就是新的就是省電的各種產品 尤其是就是說 你能夠看到自己家的用電 才能夠更能夠省電 所以新的各種電表也都相繼問世 是是是非常謝謝黎兒 在日本東京跟我們做的連線 不過我們來看看日本的民眾 日本的產業 日本的公司 又是如何因應這一波 因為要走向零和家園 所帶來日常生活上的不便 以及電價的調整 我們來看看 日本環境省的辦公室裡 大部分的男性員工 已經都卸下領帶 玩起袖子 開始他們進入 梁夏計畫時期的標準打扮了 受到去年311大地震的影響 反核已經成為日本的全民共識 全日本50座核電廠幾乎全部停止運轉 讓日本在今年夏天正式進入無核電時代 由於過去日本有三成的電力是來自核電廠 因此少了核能發電之後 電力勢必會嚴重持久 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 日本今年比過去提早一個月 從5月1號開始 就全面實施上班族的梁夏計畫 讓大家用更輕鬆簡便的裝扮 來對抗夏天的酷熱 為了節省電力 即使室內溫度已經有27度 冷氣依舊沒有打開 所有公家機關在白天也盡量不開燈 一切都以省電作為最高原則 而到了六月 真正進入夏天之後 日本政府更要推出所謂的超級梁夏計畫 到時候不只是不用打領帶 就連夏威夷花衣衫和梁鞋 都可以冠冕堂皇的穿著去上班了 記者甘薰薰報導 不過來看看日本的電力結構 也許我們可以理解日本要走向非核家園 那個所謂的艱辛跟挑戰 可能要比臺灣大很多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呢 在福島核災之前 兩千一零年那時候呢 整個電力結構 我們講的是裝置容量 火力發電是佔了百分之六十四 核能的裝置容量呢 是百分之十七點三 這個裝置容量呢 跟臺灣現在核電的發電量呢 其實是差不多 可是日本核電的發電量呢 是高達百分之二十六 裝置容量呢 是百分之十七 這個是核電佔的比 但是發電量呢 是高達百分之二十六 也就是說實際發電呢 一百度電裡面 有二十六度電呢 是來自於核能 因此他要把這個核能 關掉的時候 他要面臨多大的衝擊 我們來看看 現在日本的電力結構 之前我們談到說的 日本的核電發電量 是百分之二十六 可是現在我們來看看 日本核電的發電量 只佔了百分之一點八七 相較起去年同期 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點四 換句話說是大量的少了核電的發電 我想問的是說 日本當然因為有福災核災的部分 所以他們會很能接受這樣的情形 可是日本做到了 徐老師臺灣為什麼做不到 其實為什麼我想了很久 為什麼日本從去年到現在沒有發生缺電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核電設計的時候呢 因為核電廠都很大 可是核電廠常常會跳機 所以其實為了怕核電廠跳機沒有電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備用的火力電廠當備載 所以對 所以就是相當的裝置容量 所以日本的備載呢 在這個事情之前 大概是二十五到三十 所以他所有都停掉了 就用火力 所以他不會缺電 所以同樣的情形 我們臺灣也是這樣 我們也怕核一二三四這些跳機 所以我們就裝了很多的火力電廠 而且現在還在蓋 所以我們今天把一二三都停了 完全不會缺電 至少五年之內都不會缺電 那我們這個四個廠都不用 也不會缺電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蓋的燃煤電廠 總共的裝置容量是比我們的核一二三四 加起來都要來的大 所以我們沒有缺電的問題 可是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現在不是要所謂的減少全球暖化嗎 那你現在本來用核能的現在 你不用核能就變成要增加火力發電 那火力發電是最髒的一個能源 難道臺灣要走向那一步嗎 這件事情分成兩段來 一段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接受這麼危險的發電形勢 那假如我們今天就決定不要 我們現在有取代的方案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為了長久著想 那我們可以鼓勵大家開始用再生能源 那個是完全沒有碳的 然後而且他的環境衝擊很小 而且是自產能源 我們所有的煤天然氣又都是進口的 我們很少去鼓勵我們自己的風太陽能 這個才是應該要去鼓勵的 是是是 蘇星你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其實並沒有講真話 他蓋這些火力發電廠 並不是拿來取代核電的 在現在電源開發計畫裡面 不但核電有火力也一再增加 那是因為他要應付臺灣未來的電力成長 我們現在電力成長估得非常高 未來我們還要再成長到百分之三十八趴 當作我們臺灣還在經濟起飛 我們現在根本都產業轉型了 也沒有這麼多耗電的產業了 本來就不應該高估這麼多電量 所以其實他現在這個火力 並不是大家以為說 我們把這個核能用了 就可以省下這個火力 但並沒有 我們不用核能 政府還是一直不停在蓋火力 所以真正根本根源之道 就是在於我們要去檢討 我們這個電力的無限量成長 我們要做節能 然後剩下的部分 可以用再生能源來緩衝來取代 我們這電力缺口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而同樣的我們現在並不是 就是我們大家以為我們在犧牲自己 又何能 要減少地球老化 現在電力政策並不是這樣子 不過方向大哥就是現在變成有一點 政府的跟民間的講法就會講說 這就是機身蛋誕生機的問題 你現在說大家要省電 然後能夠可以達到非核家園 那怎麼省電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電價合理化 可是問題是民眾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兩根煙囪 你要花一億兩千萬去給他彩繪 這件事情怎麼樣民眾就無法說服自己說 電價所謂的大幅調漲 是叫做合理化 我想問的是說 民眾當然希望能夠走向非核家園 但是民眾也希望電不要長得太兇 民眾更不希望看到臺電這一連串的弊案 一個一個爆出來 所以未來整個政府的能源政策 又該怎麼做呢 我想核能安全便宜乾淨 這個都是神話 因為都已經被揭穿了 應該是謊話 對 講謊話有點不客氣 那他就是虛構出來的一個神話 那剛剛講到說減能減碳 其實你發展核能 大家更不會減能減碳 因為好像看起來更便宜 大家浪費了更多 而且我們主持人你要知道 日本大概是產業跟民眾是五十五十 我們是二十跟八十 三十 二十幾對七十幾 這樣的比例 我們民眾用的很少 我們今天結電結了半天 但我們的電價因為比較貴 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 民眾的電價比工業電價來的便宜 而且如果要拉閘限電的話 先限工業 因為他是可以操控的 那我們其實是完全就是犧牲我們大家人民的福祉 去供養這些所謂的這些工業 高污染 高耗能的工業 這個東西會造成更大的碳排放 總的碳排放 你不能只看說 而且核能只說我在發電的時候 核反應沒有碳排放 那我就問他們 你們人來上班 要不要坐汽車 你今天吃飯要不要燒飯 這些東西都要 都是要耗能的 那個又的提煉 對 更可怕的是 我在今年年初走訪了三個核電廠 跟蘭嶼核廢料廠以及核四廠 我們跟他們談初估 大概我們未來要花十兆台幣 去處理這些核廢料的問題 十兆台幣 大家要想清楚 這十兆台幣 每一個核電廠不低於三兆台幣 去讓他除疫 還不算到核四 就以現有的這些核廢料的狀況 因為我們蘭嶼光是蘭嶼的減整 十萬多桶的核廢料 就花了六億 那我們一二三廠現有的核廢料的 是他的幾百萬倍的數量 所以他要花到大概將近十兆台幣去處理 那這個東西是在未來三十年 我們要出的 而且這個東西 這十兆只能說 我們在做了這三十年 爭取一個機會 做一個三百年的儲存 大家要想到這是必然的事情 那再加上萬一發生核災怎麼辦 那是幾百兆台幣的事情 那我們根本玩不起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就像是我們進入一個賭場 去賭博一樣 你可能玩玩吃餃子老虎 可以賺點小錢 但是你今天是玩說哈 你可能有一天不但全部輸光 而且你所有的未來的子孫 祖先留下的財產 全部都輸光了 就是因為臺灣是非常大的機會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臺灣有四個核電廠 全部都有斷層經過 因為臺灣找不到沒有斷層經過的地方 包括他現在要去找核廢料儲存廠 根本找不到 因為臺灣沒有沒有斷層的地方 因為臺灣的這整個島 是三百萬年這樣永生起來的 從海底上出來的 像小林村 他七八百公尺的海拔 但是呢 他一大堆的海洋貝殼的化石 你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面 我們這樣的經濟 我們這樣的生活 我們還需要這樣子盲目的去相信核電嗎 蘇星怎麼看 從日本走向零核家園這個經驗 我們來反省臺灣 我們做得到非核家園嗎 其實我覺得日本在這次核災之後 花一年的時間能走向零核家園 因為日本民眾也體會到說 之前政府他們政府也告訴他們說 沒有核電不行 日本經濟會垮大 電不夠用 結果發生核災之後 一個個電廠停下來 結果日本民眾才發現 原來我們被騙了 原來電還是夠用 原來只要我們大家努力節電 我們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過 就是你是不是會稍微要省電一點 但是我還可以過下去 我覺得臺灣就是應該要看到這個 這樣的地方 而不是盲目的相信沒有核電不行 所以臺灣跟日本最大的差別 就是民意不夠強 是 我們的民意還沒有夠認清楚 這樣的事情 大家還以為核電是不可或缺 但現在事實證明已經不是了 謝謝你收看 走進鄉鎮 臺灣處處是驚喜 農村蛻變文藝村 嘉義板頭社區怎麼做到的 我們把他們家裡以前的故事 呈現在他們牆面上 讓他們可以懷念以前他們過去那一段日子 打破排灣族禁忌 冰東牡丹鄉排灣族人 利用禁地開始做生態之旅 我們要回臺灣嗎 還是要在這裡 對我們來講 變成還是很徬徨 一個很致命的時期 你可以說現在你不轉型升級 只有實路一條 最想進的是什麼公司 不知道 5月2號到16號 週三晚間10點 公司13頻道獨立特派員 瞄準13億決戰新戰場 1947年 新成立的聯合國決定興建總部大廈 全球十幾個國家的建築大師 雲集紐約 代表中國的梁思成 在聯合國留下了這段 闡述設計方案的影像 最有力的風 with an east west orientation 5月18號 週五晚間10點 公司主題之夜 梁思成 林徽音 榮耀 地球蘊藏的資源 正在枯竭中 我們開始省思 人與環境的共生共存 在山林間遭陽下 聆聽自然的樂章 用鏡頭記錄 人與大地的對話 思考 體驗 啟動創意 自一奔馳 用影片述說台灣環保新生活 Action 創意短片 爭選大賽 激起開始起跑 最高獎金20萬元 就等你來拿喔 你或許聽過原住民的歌謠 但是你絕對沒有聽過 用360度攝影來收音的 這樣子的音樂感動